1、2、3月裡面的資料要把它合併到第一季裡面 那怎麼樣做會是最快的 那當然第一個我們用比較簡單的方法 也許我們用錄製聚集的方式 可是錄製聚集你想說那如果1、2、3月都做一樣的事 比如說第一個假設我先從第一季出發好了 那我一定會做什麼事呢 1會先切到哪一個呢 1月份的這個工作表 所以怎麼樣切到第一個工作表 OK切過來之後的話那會做什麼呢 第一個切過來 第二個優標放什麼呢 放A2對不對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Shift指的是什麼 Ctrl是方向 Shift是選取 那就是把這個範圍選完 選完之後把它複製有沒有 Ctrl C 在切到第一季之後的話 把它怎麼樣 其實就點到A2 所以最好是預設值就在A2了 你把它Ctrl V貼上 那這個時候呢 你就會有1月份的資料過來了 可是2月、3月 甚至4月、5月一直到 假設12個月的話 那怎麼做 你就是再來你要貼下一個月份的話 你可能要先做前置做的 第一個如何讓它跳到最下面 因為現在你不能再貼2月 因為2月再貼的話 會把它蓋掉 所以你的優標一定要停在哪裡呢 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那這個範圍的最下面怎麼做呢 Ctrl鍵按住 不要按Shift Ctrl向下 Ctrl向下意思是說 請你幫我移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這應該可以理解啦 因為其實Ctrl鍵 就是指的範圍的邊界 前面我們寫過很多程式 range.end 刮弧有沒有 上下左右 其實這個觀念一模一樣 再來的話 我需要怎麼樣 因為你貼的時候不能貼到這裡 所以需要怎麼樣 讓這個儲存格怎麼樣 向下一列 OK 所以向下一列的話 你就是上下左右嘛 所以鍵盤向下 但是你要去想說 向下一個儲存格 在VBA程式裡面該如何撰寫 這裡面的話會用一個屬性 叫做offset 也就是說 你現在所在的儲存格 那這個現在所在的儲存格 你不知道哪一個sale 前面我們sale 比如說你這邊是A欄 那我就31A欄 可是我如果不知道說哪一個 我可以用另外一個 一個敘述方式 其實這也常用的叫Active Active是什麼呢 Active是目前活動的 加一個sale 用這個來表示什麼 表示這個目前儲標所在的儲存格 那如果你要讓它怎麼樣 下移一列的話 那你就點一下 它會有個屬性 叫offset offset 其實一般的翻譯叫偏移 就是偏移 好像在很多地方都有 像autocad裡面好像也有offset 偏移多少 刮魂之後的話 你告訴它幾列 比如說一樣 這個刮魂 你像sale 你如果一列的話一列 幾欄 零欄 後面再加一個方法 叫點select 它就會怎麼樣 幫你向下移動 一列 OK 那當然你要向下左右啦 移動到哪裡 其實都可以用offset 所以上場同學問到說 老師我怎麼用VBA在 sale裡面快速的移動 很簡單嘛 這個數字跟這個數字 你把它變更就好了 有沒有 你可以一直讓它往下 所以你甚至可以把它包在什麼 包在for回圈裡面 有沒有 讓它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這個還蠻好用的哦 這可以做出非常多的變化 只是說 看你要怎麼去搭配啦 很多的那個寫法都是 自己想出來的 所以你看我那個原始碼 其實我的程式為什麼跟其他人不一樣 因為那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很多種方法 當然也有部分有參考別人 不過很多是自己 覺得這樣用好像比較自己習慣 那就這樣寫就好了 沒有不可以啊 你只要知道它的規則 你也不要說太跳動 它其實都可以聽得懂 所以其實 eSale 它還彈性真的還非常大 好 OK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 如何錄製劇集 再來做修改 那也就是剛剛那些動作哦 那你可能會一下子記不起來 沒關係 雲端百版裡面有個程式碼 你把它打開來 那這邊的話 大概了解一下 我們今天可能要做的 第一個 工作表合併的按鈕 我希望按一下它呢 它可以快速的幫我 把一二三月全部合併起來 那我該怎麼做呢 第一個 請先錄製 單一個月份的那個聚集 並且就做修改 那剛剛錄的有沒有 一到八 其實八是自己寫的 就剛剛講這個 那這個上面一到七是用錄製的 那也就是說你可以怎麼錄製呢 利用那個我們 游標先放在第一季嘛 那我可以開發人錄製劇集 那這邊的話呢就打一個 所謂的那個工作表合併 工作表合併 OK 那那個錄製劇集 它蠻聰明的 它會自己先幫你 新增一個模組 然後呢 新增一個程序名稱 叫做工作表合併 那你可以怎麼做呢 一切到第一季 二的話呢 把它移到這邊 Ctrl Shift向右向下 然後呢 Ctrl C 其實就把剛剛的動作 再做過一遍 然後游標放哪裡呢 游標放在A2的地方貼上 Ctrl向下 然後再向下一遍也的話 其他你可以按一個向下好了 好 這個動作完成 那完成之後呢 請你記得停止錄製 再切到去集裡面呢 找到工作表合併 按編輯 那編輯其實就會幫你跳到哪裡呢 跳到那個Visual Basic裡面 你可以看到 不過字太小吧 字稍微放大一下 工具選項裡面的撰寫風格 把這個字稍微放大一下 上面這個註解可以拿掉了 那你會發現 它錄下來的話 第一個 續詞1月.slate 不過特別注意哦 續詞這個是續著工作表 指的是工作表物件 那如果說你要切換的話 其實它能夠怎麼切換呢 你有幾個方法 1給它名稱 第二的話呢 給它數字 1可不可以啊 續著1.slate 意思就等同切到1月 那2的話呢 我們其實 所以你會發現 可以把這個123有沒有 可以把它改成一個變數 用什麼 用i來代替 那外面是不是你可以 再寫一個回圈 for i等於1到3就好了 那1到3它就做一樣的事情嘛 那它就幫你切 可是有部分不一樣哦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這個accus 我前面講過了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這個滾輪的動作 這個刪掉哦 所以我這邊的話 第一個哦 你當然自己等一下加上 所謂的那個 註解1我把游標放在那個 哪一個儲存格 2的話呢 我選取A2 然後3的話呢 Ctrl-Street 向右向下 把它複製 Copy 然後呢 再切到第一季 這個也可以把它拿掉 然後呢 游標放A2 不過特別注意哦 切到第一季是OK 可是 如果每一個月都要切到A2 那不對啊 每個月都貼到 所以這一行怎麼樣 可以把它刪除 我把它當註解好了 先留下來 貼上這這一行 在游標怎麼樣 移到最下面 所以游標移到這邊 這應該是7啦 剛剛 所以請各位參考 那個雲端上面的註解好了 然後呢 第八的話就是怎麼樣 第八就是 讓它向下一列 向下一列的寫法就是Active 所以我建議啦 各位可以自己打打看 Active Sale 點哦 它會自動跳出來 Offset 前刮弧 一列 零欄 最後點什麼呢 Select 這樣子它就幫我跳 下一列 OK 不過我蠻建議 這個一定要 可能要把它記下來 因為這太常用到 那你會幫我打小寫 如果沒打錯的話 點下去會出現 移開的話會變大寫 OK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出錯的技巧 那最後的話呢 你再自己加上去之後 最後再怎樣 跑一個for回圈 for i 等於一到三 Enter 然後Nex 不過你會想說 那老是三 可是三 如果要多會少的話 這個數字其實也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這裡面總共有幾個工作表 把它剪掉一個就好了 那我怎麼知道這個 這個裡面有幾個工作表 其實你可以用什麼 用SHITS物件 我前面講過 SHITS 點什麼呢 它裡面有一個 屬性叫Count SHITS指的是 這個工作表的集合 Count是幫我算一下 裡面有幾個 那你怎麼樣 把它剪一就好了 SETS 回來會四個嘛 那剪一就三 所以這邊的話也是一到三 OK 然後把這一中間的層次移到這裡面來 並且我習慣按個TAB鍵 然後呢 再來就是什麼 稍微做個修改吧 其他的話就是把那個雲端上面的這個註解 我是建議你乾脆就把這個 我是建議如果有時間自己打一下註解 如果沒時間的話 參考我這邊的 把它搬過來 我把它貼上 OK 那再來 我是建議就是說 在它執行的時候 可能要先做一些保險措施 比如說第一個 要先確定幾件事 第一 你的游標 是不是已經放在第一季 因為有的時候你從第二季開始合併會出錯 第二個的話呢 建議什麼 游標一定要放在Range 哪裡呢 Range的A2 因為如果你沒有放在A2的話 那你合併可能就會出錯 所以把它SLETE OK 就是第一季有沒有 我一定先從這邊開始 所以這邊把它清除好了 先清除掉 游標一定是先從這邊開始 先從這邊 有沒有 第一季的A2開始 幫我合併一下 好 那如果你全部做完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一下 按F8 已經是第一季 所以這行執行不會動 已經在A2了 所以它也不會動 OK 那但如果你在別的地方 它就會幫你切過去 那再來的話呢 1 4i等於1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幫你按Count Shift點Count是4 減1就3 所以1 2 3 那這個時候的話 會切到第一個 有沒有 切到1月了 游標放A2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opy一下 切到第一季 貼上 向下 再向下一列 有沒有 然後呢 下一個 下一個就下一個工作表 那就2月 2月切過來了 游標一樣放同樣的位置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opy 切到第一季貼上 有沒有 游標放下來 Offset再向下一列 再來就3月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怎麼樣 全部 全部 合併完成 頂多就是多一個清除 清除的話 前面講過了 A2到最下面 你就把它Declare Contents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我想 就是步驟的話呢 請參考一下雲端上面 請先錄製一個 參考這個 當然不用死背 將來你的工作 一定有類似的東西 所以請各位務必呢 還是多多練習 這東西 其實就找一個類似的東西 然後練 一定會遇到問題 你解決之後 這東西都是你的 OK 第一個的話 先練習 如何 錄製一個工作表合併的聚集 其實聚集就是Sub Sub的話呢 當然對應就是一個程序 這個程序的話呢 就可以變成一個按鈕 試試看 謝謝 謝謝